1974年5月 周总理较为密集的陪同毛主席 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 英国前首相西斯等外宾 每次会见 周总理都和往常一样 沉着地把客人引进毛主席的书房 一个一个地介绍给毛主席相识握手 而他自己则和以往一样 默默地站立在摄影镜头之外 临告别时 也先一外宾离开书房 到外面过厅里等着外宾 然后再一同离开 摄影记者已经习惯周总理很少 留下单独和主席握手的举动 一般在最后都将镜头集中在毛主席 与外宾握手告别的仪式上 5月29日 周总理陪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会见毛主席 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这也是毛主席与周总理最后一次共同会见外宾 会见结束时 原新华社摄影师杜修贤正准备离开 一扭头意外发现周总理还站在门旁没有离开 这怎么回事 杜修贤一愣 总理今天的举动一反常态 平时总理在主席书房并不拘礼 常常会谈一结束起身就走 害得他们都捉不到他的尽头 可这一次 只见他一动不动站在那里 似乎期待着什么 于是他决定不急于离开 也站在靠门边的墙根默默等待 毛主席送客走到门边 与站在门旁边的周总理目光相遇 瞬间 毛主席脸上的笑容飞逝而去 忧伤地垂下眼帘 这迅速变化的表情 令杜修贤惊差不已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端起照相机 将镜头对准他们 镜头里 毛主席忧伤地搭拉着眼皮 头稍稍低着 花白稀疏的头发 整齐地向后劈去 脸上的肌肉明显松弛 但很光洁 身穿浅灰色的中山装 显得淡薄 庄重 周总理用深色的目光 凝望着毛主席 曾洋溢乐观笑颜的酒窝 已被岁月模式呈亮到深深的勾纹 在灯光的阴影下更显明重 他看着携手近半个世纪的毛主席 慢慢地伸出了手 毛主席也把手伸了过去 两双指引中国革命方向的巨手 再次握在一起 当快门按下时 两位伟人最后一次 对着镜头握手道别的情景 就这样被定格在了照片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